到底是鸭眼球拱膜还是避孕套 就在刚刚广州通报了食堂饭菜异物检测情况 结论为高度可能为鸭眼球拱膜结构 从通报当中可以看出 广州市场监管部门得出这一结论 还是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的 检测机构综合运用了形态学检测 核酸检测 蛋白质检测和红外检测等方法的开展检测 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起事件的整个时间线 却17号有学生爆料称 在广州增城华市外语艺术职业学校食堂的饭菜里面 吃出了橡胶制品义务 怀疑是避孕套 对此校方迅速回应称 义务为鸭眼球膜 但是学校也对全体厨房员工进行问责并扣遣 并开除了设施厨师 有了直属为鸭的前程之间 对校方情急之下的一面支持 网友纷纷表示拒不买账 鸭子为食堂付出了太多 鸭离山大 鸭子全身都是锅等等质疑声在网上掀起 面对舆论风波的7月18号 广州市增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会同当地有关部门介入调查 表示相关样品已妥善封存 并移交第三方权威机构检测 盛世食堂已被责令关闭 很快7月19号一早 那时间局就发布了 关于华市科教食堂拌菜义务检测情况的通报 结论为送解样品排除橡胶制品和一次性手套可能 高度可能为鸭眼球拱膜结构 民以食为天 在食品安全问题上 公众有所担心和怀疑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尤其是在直属为压官方打脸的事件过后 民众难免更加敏感 越是在这种一言四起的时候 越是需要权威机构下场一锤低音 给出一个让大家心服口服的交代 而曾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这次不光是行动迅速 通报内容也是有理有据 从形态学论证 生物学论证和魂外检测三方面 对检测过程进行了公开透明的讲解 以扎实的工作和诚恳的态度 应对此次食品安全的舆论危机 得到了网友的一致点赞 网友们纷纷表示 相信官方 这才是我认可的检测论证 虽然这是一场乌龙 但是民众此前的追问和苛责 理应被理解和宽容 而官方科学和给力的回应 也应该被表扬和学习 只不过在这起事件当中 最倒霉的还是学校的厨师 也希望学校方面 能够给被处罚和开除的员工的一个交代 并反思自己的舆论处理能力 不管怎么样 看过了上次直属维亚的反面教材 和这次压眼球魔的高分答卷 也希望各地的官方 都能够吸取教训和经验 更好地守护政府机关的公信力